俄罗斯国内四处起火 导弹库 燃料库不断被袭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观众朋友 王爷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无战争正在乌东地区进行大决战 目前的战局依然不明朗 俄罗斯军队绝对是实力强横的一方 乌兰军队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临被击溃 从顿巴斯地区消失的结局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除了俄军每天攻击几百个上千个目标之外 实际上双方战线推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仍然看不到决定未来战局的关键性战场态势 不过有一个现象可能是原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就是俄罗斯国内现在是到处起火 5月4日 俄罗斯吉尔任斯克东部工业基地发生了严重火情 紧急情况部门已经抵达现场灭火 5月4日位于顿尼斯克东部的马凯耶夫卡的一处石油基地遭到乌军攻击 这次攻击导致基地内的四个单位容量为5000吨的储油罐发生火灾 当地时间5月3日凌晨 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的一处仓库发生火灾 过火面积达到了3.4万平方米 同一天 据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 位于该州梅济西市的一栋居民楼发生严重火灾 导致三人死亡 几天前位于俄罗斯布良斯克市的油库发生了火灾 随后俄军导弹炮兵总局第120军介库发生爆炸 同时俄军还发现布良斯克通往乌克兰的铁路系统遭到破坏 导致俄军后勤补给线被切断 这些灾难用偶然事件来解释 可能会让俄罗斯民众安心一点 但是这样的解释似乎难以让人信服 如果是乌克兰军队所为 那就证明这是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袭击事件 而且以后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必须面对的常态 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俄罗斯境内 实际上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动袭击 从三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他们可能采取的手段多种多样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第一派遣特种兵或者是间谍分子 进行渗透作战 对于几乎和俄罗斯同文同种的乌克兰军队来说 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 混入俄罗斯境内展开有组织的稀老活动 进行敌后的破坏作战 甚至以后可能会发展成常态 第二用无人机实施远程津贴打击 在俄乌边境地区部署的俄军的S300 S350 S400中远程防空导弹5G系统 目前都难以对付那些尺寸小飞行高度低的巡飞弹的突袭 而美国目前正在紧急向乌克兰交付弹簧刀600 或者凤凰幽灵巡飞弹 据称后者可以飞行6个小时 这样的航程和流空时间足以对莫斯科以东的目标 发动自杀式攻击 乌克兰方面或者是美国 有可能会利用俄罗斯国内的反普京势力趁火打劫 俄罗斯国内的亲西方力量 特别是西方资助下的反普京力量 完全有可能在国内发起破坏俄军作战潜力的行动 俄罗斯的反战力量虽然并不强大 但是不能排除有人火中取栗变成第五纵队 总体而言 俄乌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作战 已经出现了长期化的苗头 俄罗斯军队开始重点打击乌军的仓库 燃料库和火车站等目标 就是要切断乌克兰军队的后勤补给线 而乌军也没有闲着 正在用自己的办法打击俄罗斯的军工企业 铁路和边境地区的弹药库燃料库 从而瓦解俄军的攻击能力 如果这么玩下去 俄乌战争就会变成一场真正的消耗战 美国正在以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俄罗斯的国力 这有可能会被严重削弱 而获利最大的就是万里之外的美国 而受损最大的当然是俄乌两国和欧洲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